第四季节目 去什么 你敢管我 我告诉你们 我跟你们 骂老板 那是哥们 对对对 谁敢得罪我乔云山 我跟他没完 吃不了兜着走 马老板 马小鹏 这个乔云山是什么人 真像他说的那样 他和马小鹏关系不一般 这或许是引出马小鹏的时机 赵小阳决定铤而走险 赌一把 老板 老板 小阳 行 别打了 你 你小子找死啊你 住手 停 小 小心 小心 冷静点 老板 你放下 他新来的不懂事 好 你小子 你等着 小 几张事 走 马老板 你给我过来 我超人人 过去 你等着你小子 你再拿我 彭哥 乔厂长长 你这事怎么了 小鹏啊 你可算来了你 你们谁干的 我 新来的 正在新招来的 我说怎么这么面生了 你知道你打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乔厂长长 你说我怎么办吗 女的人 你看着办 好 龟儿 拉下去先来十分钟 走 彭哥 彭哥 这事不怪小阳 事情都是因为我而去 他是为了帮我 你什么意思啊 那坏你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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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气的话 枪 你选一样 把他做 彭哥 你小子什么来的 前两天到店里找薛晓丽寻仇 我看他身手不错 就给他留下了 找薛晓丽 对 薛晓丽的王八蛋 把他们全家汉廷采了 就是说 如果咱们不动手的话 薛晓丽那小子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对了 彭哥 前几天警察来林浅 多亏了他 这小子挺机灵的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的 怎么样 乔厂长 解气了没有 我心软 看在你的面子上 就是不这儿吧 你看我给机会给你做了他 你现在 行行行 鞋子 到对面的酒楼 定一桌好的 就当我给乔厂长赔个不是压压惊 好 走吧 乔厂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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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子 最近猪头那边的事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这小子挺嚣张的 彭哥 咱要再不行动的话 我看咱的厂子都得卖他的货了 别急 我最近正准备出一批货 好 好是好 可是 可是咱们的货都在乔云山手里 今天老大又不让咱们动 这乔云山能给咱们吗 之前我会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竟今天晚上这么一闹 他姓乔的 怎么样卖个面子给咱们呢 你要出货我去找毛豆腐 慢点 这次出货不走到哪儿 我另有买家 在哪儿啊 这个你就别多问了 我自有安排 这次的交易风险会很大 所以我在考虑 是不是找一个可靠一点 然后 金老大和猪头都不认识的人 你有什么人选没有 这人几事 这人几事 冯哥 你看他怎么样 你说新来的那个 你觉得他可靠吗 这小子总闹混着 要跟我做点大事 我看行 对对对 原的 快去叫咱们停 停手 别打了 人都总的打着 试试一下 要在哪儿 谢谢 小子 骨头够硬哪 冯哥 今天都是我的错 跟火柜人 此前没关系 好 够仗义 我喜欢 小子 愿不愿意跟着我混淆 我不愿意 好 不愿意跟着他 今天是什么人 不愿意跟着我 现在都说有办法 不愿意跟着他 trigger 不愿意跟着我 我做什么事 这个人 我做什么事 自己的改善 这种事 我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找我什么事 我就是来告诉你 我见到马晓鹏了 马晓鹏 他还在天中 他对你什么态度 他让我跟他一起干大事 过几天可能让我帮他运批货 什么货 时间 运哪儿 还没告诉我 看来这个马晓鹏是憋不住了 周队 我就是想问问到时候我该怎么做 你先看看是什么货 如果是毒品的话 差点量有多少 那如果量大的话 你会当场逮捕马晓鹏吗 马晓鹏没有那么傻 这很可能只是投尸问路 而你呢 只是他投出的一个十字而已 我明白了 我刚加入他们团国 他是不会中用我的 对了 如果他们运的是毒品 那我真的帮他们贩毒 晓鹏 你今天最重要的 是要赢得马晓鹏对你的信任 进而打入到 马晓鹏团伙团的核心 所以这次交易 你务必要帮他完成 另外 一旦进入到他们的核心 要尽快地查清楚 他们藏毒的具体地点 好 对了 你听说过一个叫乔云山的吗 乔云山 怎么 我昨天把他打了 他一个电话就把马晓碰撬了 我怀疑他们俩之间关系不一般 我建议你查一查 也许会有收获 乔云山 行 我记住了 就是为这事受伤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行了 我看你现在是上道了 对了 最近你跟方婷良智他们还有联系吗 也就见过一两次 对了 你说你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你现在什么身份 他们什么身份 你知不知道你正想做有多危险吗 可方婷是我那女人 那还是警察呢 你是卧底 做卧底 就不能有朋友和亲人 知道吗 小杨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卧底任务 也为了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还有方婷的人身安全 你必须 要跟他们暂时撇清关系 要知道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你不可能回头的 今后 不许你在私下接触他们 梁志 方婷 你怎么来了 周队呢 周队 周队 这可能出去了吧 你找他有事 我找你 找我 你 出来一下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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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带了 来 坐 快 坐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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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赵小杨 坐 拿碗看一下 怎么着糊涂 来一个 行 来 小杨你别喝了啊 顿还要开车呢 好 赶快吃啊 来 欢迎 来来来 来 你们喝点 你们喝点啊 周队是不是不让你跟我说我爸的事 这 这个事 我不是特别了解 你少懵我 四年的同学我了解你 不是 你了解我什么呀 梁志 看在同学的份上 你就跟我透露一点点 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凶手抓到了没有 周队组现在他们在查什么呀 你就告诉我吧 然后我怎么能安心呢 不是 方婷你别急 不是 我这事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是 周队是特意嘱咐让我不要跟你说 但他这样做不也是为你好吗 为我好 我是我爸唯一的亲人 可是我连我爸的案子 一点情况都不知道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个警察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方婷啊 不是 你这样 你得相信我 也得相信周队 我们一定会把事情的真相 给查出来的 真相 什么真相 后来 方婷 我这事 我真的没法跟你说 如果我可以跟你说的话 后队早就第一个告诉你了 方婷 你没事吧 好 要我 我就先进去了 放这里 你再帮我一个忙 你说 我要见晓阳 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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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不清 你上次一把才卡 你怎么卡不去呀 他这背影 你看你看你看 这些什么 怎么样 怎么样 额都在 你能不能过来 怎么回事 五哥 我们等什么呢 等着 一会儿你就知道 好 我想上个侧线 好的 张家 你去看看那个货 准备好了就拿下来 行 好 你 你 有 是 是 明白了吗 老大 这个外号叫穿山甲的马仔 在给谁打电话 他的老大不就是楼下的马小鹏吗 赵小阳感到疑惑 想干什么呢 准备出发了 走吧 他意识到马小鹏团伙 可能不像他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鹏哥 小阳 你不是一直都想干点大事吗 今天给你的机会 鹏哥 你不是 硬派 硬派 不重要 给我看看 我要把我姐的店盘出去 这几天中介电话都可以打爆 喂 赵先生 我是艾萨地产的小高呀 请打了好长时间电话 周大航知道 他这条短信发出去 一旦有电话追过来 打电话的人一定不是小杨 现在小杨的处境非常危险 马晓鹏这样的独娇 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周大航的短信是在通知小杨 今晚警方不会采取行动 让小杨自己注意安全 周大航料定这次马晓鹏 让赵晓鹏进行了交易 只是投石问路 他准备放下长线 你的任务是开车 去天中与天海交接处的林平县 找一个叫兔子的人 把这把东西交给他 这是什么 这个你最好别知道 有两点你必须要记住 一 遇到警察堵了点 第二 如果要有人问你是谁派你来的 怎么回答 是四叔 四叔是谁 不认识 一个路过的 托我帮个忙 好 挺机灵的 你有个姐姐叫赵小霞对吧 对 他在天中市戒毒所 A区1806号 他的服装店开在宁海路8号生物 没错 你是个聪明人 我也就不多说了 第一次干活干漂亮点 彭哥放心 彭哥 我有点想不明白 既然你都让赵小阳去了 你干嘛还要亲自跟着他呀 你懂什么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赵小阳他只是一只蝉 我想看看他后面有没有螳螂 奖湖 是 平洋 城市 令计划 大 math 同食 大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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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哥 货已经给他们了 这是钱 昆哥 昆哥 您这是干什么 还要装吗 我在江湖上混的时候 你恐怕在吃奶 昆哥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在路上遇上街道的了吧 是 你小的挺能耐的 一个人打四个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那套是从警校里学来的勤拿格斗术 对吗 你是警察 彭哥好演你 说吧 谁派你来的 什么目的 我的确 我的确在警校上过学 但我不是警察 你现在还在装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是被警校开除的 开除 是 你可以去查 天中市警校 天中市警校07届 赵小阳 毕业前被警校开除了 什么原因 因为薛小丽 她是我姐的男朋友 她引诱我姐吸毒 还让我去拿货 结果被警察抓住了 拘留了我七天 警校因为我有案底 就把我开除 其实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警察 他们毁了我和我姐的人生 我就要给那些警察证明看看 我要让他们后悔 其实今天你送的什么东西 我知道 如果我是卧底 警察早就知道了 可你们现在看看 你们看到警察的影子了吗 好 小阳 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废话 我也不相信你是个卧底 他们都知道 我最欣赏的就是人才 你小的有本事 如果你要万一是个卧底的话 我保证 你死无葬身之地 烹哥放心 小阳 你小子以后就跟着我混了 比当个什么破警察要强多了 一个月就那点工资 死心塌地地跟着我 保证你有花不完的钱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记住 一 不准充满兄弟 二 不准吸毒 小阳在这种地方当保安 是啊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该跟他说些什么 拖子跟你说什么 四叔的李太清 没办法回老家交代 让四叔再备份厚礼 我知道 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这给你的 谢谢彭哥 你先回去吧 慢走 彭哥 小阳 女朋友 对 对 不是 少阳 小阳 你干什么呢你啊 你们俩还有脸来见我 是不是想让我看见 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小阳 你说什么呢 良知啊良知 亏你还是我多年的朋友 俗话说朋友妻不客气 你倒好 朋友妻不客气 赵小阳 你胡说什么呢你 好啊良知 你敢告诉方婷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是不是喜欢她 是啊 我是说我喜欢她 良知 喂 我也说过了跟你公平竞争吧 公平 你觉得现在公平吗 你是堂堂梁警官 而我呢 什么 方婷 你跟我们梁警官过好日子 小阳 你误会我们了 误会 她都住你家里了 那还叫误会吗 她住我家 是因为她不放心我 我不想听你们解释 都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两个 这赵小阳 你要这样 不是 这前两天还好吧 我 那这家伙 也许 我就不敢来找她了 小阳 生活要想过得去 啊 头上咱们也得沾点力 想开开 虎哥 我没事 那两个是你警校的同学 对 对 离他们远远 放心吧 你觉得我愿意 当他俩电动炮去 行 以后啊跟着彭哥好好的混 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着啊 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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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今天晚上 给我们小阳找一个漂亮的女人 安抚一下她那幼小 受伤的小心灵 得嘞 我跟你别呢 小阳啊 姐姐给你找的又性感又漂亮了怎么样 姐 我不要那玩意儿 我累了一天了 就想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那行 我知你也累一天了 这样我今天放一个架 回去往上休息 行胡哥 这一夜小阳彻夜未眠 这时候小阳才深切地体会到周大宏那句话的意思 做卧底 就不能有亲人和朋友 今天方婷突然出现 小阳多想冲上去紧紧抱住她 把一切告诉她 但是她不能 小阳看到了方婷含着泪水的眼睛 这幅画面 在小阳脑中挥散不去 仿佛一把锋利的尖刀 划开了小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太危险了 马小鹏刚走 董虎还在这儿 这俩就这么冲过来 亏了我反应快 这就是我担心的 行了 我回去找他们处理 你怎么跟他们处理啊 这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说说你们一边的情况吧 你说得没错 我只不过是个诱饵 但我觉得马小鹏防的 不光是咱们警察 似乎还有更让她害怕的 还有谁 你姐还不清楚 但马小鹏很快就有更大的行动了 我认为这次是个机会 你估计这次量有多大 不知道 但我觉得足可以定马小鹏的作业了 买家是个东北人 光头 外号秃子 上次我去林平县里的风格货 但这次的具体交易地点 我还是不知道 那马小鹏藏度的地点 你摸到了吗 还没有 我需要时间 一有情况 马上向我回报 还有 你姐姐康复治疗的事情 我帮你问了 去这家康复中心找齐大夫 行啊 正找你呢 快给我走 拿下胡哥 彭哥找到了 快快快 彭哥 你们来了 坐吧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没让大家动 我知道大家的损失都不小 不过大家放心 今天的交易如果成功了 足可以挽回大家之前的损失 对 我跟你们说过 咱们要不就不动 动就不能小打小闹 对 三年不开账 开账是三年嘛 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 这次行动啊 只有咱们屋里几个人知道 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把手机都叫出来 彭哥 你不会怀疑 咱哥几个里头 有警察的卧底啊 你没有听说过 小心使得万年传吗 你们也许都不知道 我现在防的 不光是警察 好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离开这屋子半步 谷哥 咱们是什么行动 别问了 过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 过 好 来 那 二 来 来 我操得成功了 谁下有烟 没有 没了 等会儿打 我去买包烟 你别去啊 那小杨去吧 龟雅 你陪小杨去 二哥 我跟他去吧 难受 走吧 吐哥 咱还得等多久啊 等着吧 我也不知道 我时间应该快了 这次还是吐子 你怎么知道 上次考验我了吧 行啊 你小子还挺聪明啊 不过不仅仅是考验 唐哥做事啊 一向挺小心的 我去厕所啊 老伯爷 对 老板 有厕所吧 一厕酒油 好 等我一下 我去厕所啊 好 沐浩 那边有情况 召集身吧 立刻行動 是 瘟哥 回来了 你吃什么饭去啊 我心里买点吃 哎哎哎 你得打回来 可以 谢谢五哥 各当位注意 原地待命 四二 对八 对水 对九 四二 嘿 二 三二 六九 不要 哎 别出这张 你懂什么 一边去 快出 哎 快点啊 你快点啊 不玩了 哎 嗯 周队 都等着俩小时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呢 你保随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习把机枕 一招 你拨打了 啊 哎 哎 拨了拨了 哎 图道 我四叔 哎 我跟你准备的货 你什么时候来拿啊 子舒 你不是派人自己来窝窿吗 我什么时候派人过去了 不是你啊 三舅送的吗 三舅 你不知道啊 什么狗屁三舅啊 就是拿个白白胖胖的蟹顶 说是你派来的 我根本就没派过什么三舅 那我就不晓得了 不过仙子可跟你上回给我的是一样的 我出发生子 回到楼下豪乔沈 我自己带回家的路上 子舒 下回游四伟再回来看你 兔子 兔子 肯定是那头臭猪 胖哥 怎么了 我结婚 猪头进了洞房 太没礼貌了吧 猪头 怎么会呢 我也想知道 猪头怎么能知道呢 我 你去把他叫来我问了 好 好什么呀 好 温哥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散了 散了 都散了 我好好想想 走了 站好 我 绝对 你们赶紧 别着急 先看看情况 舟队 没有发现马晓鸿的车 来命 收到 晓杨 选弟注意 行动取消 撤 收到 坐 白手那么差时间 你才来几天啊 就开始抱怨上了 睡觉 我不是那个意思 加油 好好干 本质 去找一下房亭 十分钟之后 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 你们那个被开除的同学 赵晓杨 怎么会跟马晓鸿混在一起呢 陈队 我也不是很清楚 前一段时间 在马晓鸿的业总会里看见他 好像是在那儿当保安吧 你们常联系 偶尔 我说是 放婷 你呢 我知道 你在跟他谈恋爱 对吧 当然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不管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 你们是警察 马晓鸿现在是我们禁毒队 重点定的对象 我不管赵晓杨跟马晓鸿是什么关系 但是你们今后少跟他接触 以免打扫惊蛇 可是晓杨他很可能不知道 那个马晓鸿到底是干什么的 难道 咱们就放任他 他接着跟那些毒贩子混在一起吗 周队 我能不能去劝诊他 不行 你知道赵晓杨现在是马晓鸿手下什么角色 他只不过就是个小保安 那是你那么认为 难道 晓杨已经 不会的 他最恨的就是毒品 他姐就是给毒品害了的 我了解他 他要是知道马晓鸿的真实身份 他一定会离开的 周队 是啊 晓杨不会这样做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不行 这是命令 现在是对付马晓鸿的最佳时刻 你们是警察 不能因为个人感情 而影响办案 我们做警察这份职业 往往就是这样子 为了办案 可以舍掉任何东西 当然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 赵晓杨是个好人的话 他也不可能跟着马晓鸿去贩毒 你们也用不着担心他 但是现在 我要求你们 必须离他远点 保持距离 以免引起马晓鸿的警觉 好 黄霖 你先去吧 我还有事跟梁芝说 你先去吧 像这儿 马晓鸿那里 我已经让杜晓菲 24小时进行监控了 现在我交给你另外一个人 你想尽一切办法 给我查清这个人 巧云山 对 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 凡是符合条件的 全部给我找出来 是 金店府现在有病人 这是病例你先看一下吧 好好好 谢谢你啊 谢谢 老金 老金 小心啊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吓死我了 怎么样 还好 没那么严重 做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 应该能恢复 太好了 每周来三次 能保证时间吗 他现在在我们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 时间恐怕不能保证 那这样我教你一套手指操 你没事的时候啊自己练脸 再给你开一些输精活络的药 谢谢您 刚才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都怪我 都怪我 没事 没事 刚才呀 多亏那小伙子了 是啊 是啊 这样 你等着的大夫 我去找找那小伙子 好 快去吧 彤哥 找我 一个人走过这片水泥森林 一杯酒沸腾我的回忆 一句话落在嘴边 却剩埋心底 眼睁睁看着你的离去 我最近爱恋你 但因为我祝福 就不要为我哭泣 是否记得我曾读底 你 就算到下一步 就算到下一步 放弃 是否仍记起我所有的努力 燃烧我所有的记忆 为我最亲爱的你 原来最了解我的人 原来最了解我的人 只有你 回来 我的爱 我的心 怎么曾尴尬 不希望 不希望 这一切是想意外 对于错 是与非 黑与白 回来 我的爱 回来 我的爱 生命里没有你 没有色彩 青春的花 也让为我们盛开 原来我 带给你的深爱 这世界 不会再有隐瞒 就像颜色 那样的